这里是风景仪人的沙氏江津湖 站在江津湖桥上远远望去 对面就是洪家苑 说起洪家苑 沙氏人应该都不陌生 从建成至今 已经有四十一年时间了 时光真可谓是白居过心 这里是洪院小学 一般人还是习惯称之为洪家苑小学 在我当时的印象中 这应该算是比较偏的学校了 要知道当年江津路 还刚刚修成通车不久 这地段差不多就属于城区的边缘 没有旁边的青少年宫 和斜对面的科技馆 我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虽然地处偏远 但值得一提的是 它是全国的第一个试点商品房小区 洪院小区是1982年上半年 开始规划设计的 同年12月1日动工新建 由中国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 沙氏公司负责综合开发 配套建设 是全省第一个综合配套小区 细手次案统一规划设计 统一征地拆迁 统一组织施工 统一配套建设 统一经营管理的新模式建设 这一点已经有了 现代房地产开发的出现了 让我们从洪院小学旁边的侧门进到小区里面看看它如今的状况吧 小区的楼梯显然在近期经过了重新粉刷 地面也全部刷黑翻新过了 尽管细节处还是略显成就 比不了现在新建小区那么气派 但也算整洁干净 要知道当年仅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十万平方米的洪院住宅小区开发完工 整个小区1461套住房 把城市住宅原来的分配制度改为补贴出售的办法 凡个人购买商品房的 本人只出房价的三分之一 其余三分之二由国家和职工所在单位各补贴一半 不论从建设规模 小区整体布局 房屋开始补贴售卖的模式 洪院小区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也被一些媒体称为国内第一个示范样板居民小区 一时名声大方 很多人都慕名前来参观 小区中心有个占地5000平方米的小公园 观赏营木 假山 水石 坑泉 三区桥等原林小品 令人赏心悦目 在中心公园附近设有商店 粮电 集贸市场 学校 幼儿园 文化市 邮电所 储蓄所 自行车存放处 居委会办公室 治安市等设施 刚刚建成的时候 这里还不通公车 是公交公司为了方便居民 特地在此专门设站 开辟了专门的室内汽车线路 大家还记得是哪一路车吗 在2002年的时候 小区原本设立的松 竹 梅三个村委会 合并为宏院社区 随着时光的流逝 当年的示范小区也变成了老旧小区 存在房屋污面破损渗漏 卫生间厨房漏水 外墙脱落等问题 部分楼体甚至形成微房 近年来 政府先后投资三千万元 用于宏院社区的改造工程 包括外墙局部修部粉刷 维修加固 规划并增补空调位和厨房排烟道 对小区内部的道路 绿化等进行改造等等 新增了车位规划 对小区内的主干道路进行了刷黑翻修 明显改善了小区的面貌 漫步其中 环顾四周 可以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不过也和所有改造过的老城区一样 环境的确是改善了 但一路上却看不到什么人了 在小区转了一大圈 感觉和当年熙熙攘攘的氛围 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 此刻也并非具名出入的高峰期 这也许是人少的原因之一 这就转到正门的大路上来了 远远看见中兴花园那三个白色的圆圈雕塑 我没说错吧 是不是一路上就没看到几个人 加上今天寒风冷雨的天气 更增添了一分冷冷清清的感觉 路上迎面遇到的 不是改造施工的工人 就是外卖小哥 再不然就是保洁阿姨 中兴花园被围了起来 看上去正在改造施工 这家饺子之前倒是经常光顾的 路边一个貌似物业的人员 再很专心地拆解一个就沙发了 怎么幼儿园也这么安静 今天不是休假日啊 今天不是休假日啊 监控车那里 先点进去 推入市场 我让你不要看 这些新闻思考 我帮他看看 这四个白色的 我叫上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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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上队 我叫上队 老师 好像是一个尚未完工的舞台 四周都是这样的参天大树 看上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休气纳凉的场所 这边走过去可以近距离看看这三个圆圈 这是洪家院里最具标志性的事物了 在童年记忆里印象深刻 这池塘里的水可够脏的 和周围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 栏杆和步道明显都被重新涂刷过的 尽管天空中还在飘着小雨 但好在风不大 所以还是决定换个视角看看 在这样的全景视野上是看得最清楚的 好了 现在出发 对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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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